北京硬見香港經濟未有起息,不少行業更加是敗仗昏塵。 近期就吹響集結號,一面接見外商重新所謂一國兩制照舊,鼓勵投資中港兩地。 一面就督促港商緊隨習近平思想,講求所謂富而有責,即是富貴而有責任。 但是中央積極有為之餘,還要慎防弄下反絕,避免投資者進一步失去信心。 去年以來,所謂富而有責已經成為中央對香港工商界的基本要求。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經呼籲工商界需要所謂富而有責,富而有義,富而有愛, 將所謂愛國化作具體行動,協助政府解決民生的所謂憂慮和困難,簡稱是憂難。 來符合習主席對香港的期盼,結果商會和大地產商紛紛響應支持, 有些投放錢財改善民生,有些借地給政府興建簡約公屋,有些捐地興建安努院。 今年九月,夏寶龍面見香港特首李家超表明要求工商界支持當局施政, 所謂把愛國愛港的熱情轉化為一項一項具體的實際行動,推動香港柔治及興。 但他的呼籲被理解為指責商界不支持政府,因為過去一年多,政府一次又一次將住宅地皮推出市場, 不論是用來發展所謂港人首次置業樓宇,還是私人發展商參與興建公屋計劃, 結果都由於反應冷淡而樓標收場。 長此下去,不僅改善住屋計劃,是會進展緩慢,更有選特區政府的威信。 近日報災,港澳辦急召香港政府和商界高層去深圳開會。 相信除了是面授機而介紹中央快將推出的舊事措施,據報導中央會進一步要求商人在人力、財力上挺港。 但例如,需要從香港長遠和整體利益考慮,財政上去支持香港大力發展創科事業。 但可見所謂富而有責,不再限於扶貧助學之旅的企業社會責任, 更包括不計企業得失,向政府買地,以致財政支援經濟發展計劃。 港澳辦的想法是全面落實習近平思想的。 習主席今年3月的講話有三點重要內容都可以引用在香港的。 一就是民營企業家要所謂增強家國情懷,擔負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。 第二就是民營經濟必須面對挑戰,轉變發展方式,轉換增長動力和走高質量發展路子。 第三就是鼓勵及吸引民間資本參與發展重點產業鏈供應鏈項目, 為所謂推動高質量發展作出更大貢獻。 因此,重大國家使命當前,香港的商家必得好好所謂學習,學好習近平思想。 沒有不支持這個選項,否則就罪莫大言。 儘管軍命不能違抗,本港富豪商人到現在頂多願意捐地借地, 以致出錢出力,輔助貧約,做好企業社會責任,來維持與北京的關係。 但要擔起推動科研發展經濟的責任,始終是難以接受的。 首先是由於香港的眼前經濟是艱難,中國經濟更加水深火熱, 難以指望由大陸可以中短期之內推動香港由節復興。 而本港企業業績衰退、盈利減降,面對前景已經十分徨徨。 還有什麼閒心、閒淺,來分擔政府發展科研,推動發展高質生產力的重任呢? 例如在大陸長年投資的行動集團,今年第二季的業績衰退22%。 企業表現不濟導致股價大幅下滑,令企業總值由高峰期扁了大約八成左右。 不少地產集團其實都有相近跌幅。 該集團前董事長陳啟宗雖然素來是所謂愛國愛港,也不敢看好前景, 只求家族接班人所謂保本、保命,不要有大發展。 此時此地,本業、生意不景,還哪有心有力、無私奉獻, 要他們支援祖國的偉大建設,是否有些奢求呢? 其實企業是否支持科研發展融資,是否光顧政府買地,首先是一個商業決定。 買地在房子固然不用多說,即使是融資科技,商界是可以用不同的商業方式參與。 例如尋找融資的夥伴。 另外,政府是需要清楚界定合資者的權利和責任,例如研究計劃的利益歸屬和風險分擔。 當局也可以只是做一個中介人,撮合融資的機構和研究的負責人,以致協助雙方去制定融資的合同。 但無論如何,參與者是明買明賣,絕非慈善事宜或報國的行動。 商界大話不解的更加是,社會責任原來還包括經濟投資。 由英至年代開始,企業家或企業的社會責任,除了交易要公平公道, 就是要以具體的服務或金錢的捐獻來關懷社會、慰及人群,尤其是老弱相賊。 即使今年7月底,習總書記回信去感謝組織寧波的香港商人,表揚他們對國家的貢獻。 亦主要說是他們實業、報國、捐資、助學。 換言之,所謂寧波幫的香港商人,他的非常得行和異舉, 現在已成為香港商界所應盡的責任和義務。 同時責任的範圍亦擴大了,除了做好本業、捐獻和助學, 還要加上支持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。 不理這些經濟活動是否符合商業原則和法治精神。 這樣的企業家的經濟責任,不僅情、法、理都說不通, 更加會引起兩個反效果。外商發現本地商界需要負上非一般的社會責任, 即是等於負上不可預測的額外成本。 因此害怕遲早會發生在他們身上的話,或者會因此而卻步不前。 同時,本地商人看到外商受政府歡迎,但無需盡所謂愛國的義務。 他們如果可以走出去,再變身外國公司,然後再重臨故地的話,又何樂而不為呢? 我是杜耀明今次的評論到此為止,下次再會,拜拜!